毛巾又结冰了 零下二度 昨天晚上最冷 在这里露营 牙膏都粘住了 我的天 这上面雕塑写着永福花香 这边很多种花的 很厉害啊 是种花大镇 还在永福镇这里洗漱好了啊 洗漱工具都带过来 然后吃一个牛杂面 十二块钱牛百叶 你看好多这个牛杂 还不知道是不是牛肚还是什么 好像是牛肚 就牛杂萝卜沙的 非常好啊 他这边老板这写的是永定的 估计老板是永定那边的 永定那边牛肉也很出名啊 牛肉丸跟潮汕那边一样 很喜欢吃牛牛肉之类的 昨晚在这里露营啊 张平市永福镇 这一个广场下面这个舞台这里 这边是一个教练场 有人在这边学车 这边有个塔 幼儿园这边 又来这间店这里吃啊 游酒旁边 吃这个清汤粉 然后加了很多料 很好吃 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很多本地粉丝说 来要来 一定要 到到这里一定要来这边吃这个粉 他这个很好吃 好漂亮啊 风车 风车发电 这边都是种花的 杜鹃花之香 刚才下面过来有个门楼写着杜鹃花之香 有个牌坊 这个溪水好清澈 好久没见这么清澈的溪水了 看样子是基本上无乌氧的 陈天然 好漂亮的房子啊 燕围吉 好漂亮啊 老房子 边上刷白了一下 非常好看 蓝天 没有白云 看看这个景色多漂亮 这看不见这个远处的山 右眼看得见很多虫山了 你看 拿进看一下 好多山了 这里还有水管 这个接的山泉水 不得接到哪里去呢 看看这个山多漂亮 一虫叠一虫啊 你看 拿进看一下 好多山了 太漂亮了 太完美了 福建的山真是 绿化绿全国第一啊 风车 路就从这里弯 弯到这个下面 山路十八弯了 爬到土堆上面 找到一个绝佳的地方 站在这个上面 好漂亮 这个阳光 如果中午或者上午来会更好一点 现在有点反光 往下面再骑一点 又来个绝佳位置 啊 这个非常漂亮 这里绝佳位置 再往下走一点 这里直接有一个 观景台啊 可以说专门开一条路 坐这里可以看 太厉害了 这里 漂亮吧 漂亮吧 真正的 哇 这个好 这个好 专门一个位置给大家来观景的 从这个角度看 也非常漂亮啊 这个位置 更绝啊 又往下开了一段 我现在在金山镇这个镇中心这里 南京县了 刚才 在这大路边 去吃快餐嘛 他点了肉 然后还有青菜 一共他说二十二 我都蒙了 加加米饭 他说那个 那个五花肉是 三块钱一个 太夸张了 你炒个菜 加点肉 还没这么贵呢 那里 他四个 那里好像是四五个肉是吧 然后就就就 就加一点青菜就这么贵 他那个啊 其实最多啊 最多十五块就够了 而且是正上面 哪有这么贵的 哎 真的是 比他炒菜还贵啊 炒菜还没这么夸张啊 太夸张了 吃那个牛肉 吃牛肉 牛肉现在已经四五十块 去吃个牛肉面 那个很多很多牛肉才十块钱 要再加牛肉再加的话 加二十块钱去那一大堆了 我也是我也是服了 我第一次吃的这个 这个这么坑的 在路边他估计是 做过路的吧 不做司机的 才这么贵 我现在去他正中心 去那个 拐到巷子里面去吃 这点便宜的 来他隔壁这里吃一个沙县的套餐饭 鸡嘴的这些一共十四块钱 刚才他那个二十二块的 我看了一下 我之前去吃八块钱的 之前在三明那边吃八块钱的 那个那个肉 跟他差不多分量 算他多一点嘛 再加五块钱嘛 十三块好了吧 不用二十二嘛是吧 要不就十五 我也是服了 太坑了 可能他这边消费比较高吧 东西比较贵 可能他这边消费比较高 然后东西比较贵 我之前在顺畅那边吃十块钱的 肉就跟他这个二十二的一样多 还两样菜呢 我也是服了 到了平河县县城 吃这个春旧面 第一次吃了小碗七块钱 尝尝好不好吃 今晚在这里露营啊 平河县县城 明阳公园 这边一条断头路 导航把我导航到这个断头路过来 我很开心啊 断头路的话是没有人过来的 然后他们到这边有个小区 到这边就停车 然后掉头走了 这边几乎没有人过来 然后这里更没有人过来 这墙外面 公园里面是有人 公园外面这个地方 几乎没有人打扰你 非常好 厕所在那边 可以上大车就去那边嘛 上小车的话 这边可以随地 这边有花草 这边就可以解决嘛